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會不會是真正相裝五件 意在佩工 真的要推的是這個 蔡政府能接招嗎 敢接招嗎 而台灣的政客口口聲聲說 親中愛台 說了震天尬想 那我們來檢驗 蔡政府的親中愛台 是讓外國的人 在台灣賣淫很方便呢 讓陸客來台灣到處都不能去呢 今天我們接到了一個投訴 他覺得完全被政府刁難 不知道該怎麼辦 難道台灣變成鐵幕的地方了嗎 而川普他今天被科米在國會作證 證實說他有司法官說 可是司法官說在台灣來講 很普遍 我們司法官說得要小 現在都還在國會裡面活跳跳 台灣人真的在乎公平正義嗎 今天跟我們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資深媒體人王峰 各位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張有化 大家好 國會助理黃子哲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美喬商會怎麼說呢 他說2016年 去年的這個時候 對台灣有80項建言 但是台灣政府創紀錄 為什麼創紀錄呢 因為一樣都沒有解決 這80比0滿厲害的 第一個他開砲說 勞基法你大開倒車 是舊經濟時代的父權說法 不利創新 更不利發展服務業 而且你把應用在勞力型 跟知識型的員工 你完全不分 你這樣的話你怎麼辦呢 然後他說一利一休 問題重重 把工廠法的管理模式 套用在現代經濟發展上 只會扼殺創新 走遍全球都沒有聽過 一利一休 連英文我們都不知道怎麼翻 美國人連英文翻成英文 都不知道怎麼翻 這個事情就很嚴重 不是我們英文不好 是美國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林權說 目前我們還是沒有修法規劃 要聽聽勞工的意見 不能夠只聽企業的意見 天啊 我們的林權部長 這麼在乎勞工的意見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友華哥 你覺得美喬商會 他們這樣說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我老早我就講過了 事實上像美喬商會 他這一次一而再 再而三的題 一利一休的問題 他主要 當然除了政治因素以外 他還是以經濟因素為主 除了經濟因素 我們再來看行政院怎麼答覆 他說不能聽企業的意見 那我請林權到中南部去 去看看 聽聽中南部勞工的意見 現在為什麼中南部的立委 民進黨的不是國民黨 他們一定要修一利一休 他為什麼說也要修法 實施不到半年 然後有幾個縣市已經是無限期的延長 這個就說明了一個事實 林權講得對 你不能聽企業的意見 我現在請問林權 你要不要聽勞工的意見 你要聽勞工的意見 你要不要到中南部的基層去問問看 勞工的薪水增加了沒有 工時減少了沒有 這些問題是台灣本身存在的問題 好 我們再來講美國商會 美國商會他過去他比較三任總統 第一任陳水扁 陳水扁是言聽既從 你馬英九聽一半 然後蔡英文聽都不聽 這是他們的評價 為什麼蔡英文聽都不聽 他們認為蔡英文的經濟想法 跟經濟思維能停留在工業時代 而絕對不是在資訊時代 那這一方面的落差 所以他才會講說80項建言 那為什麼他一向都沒有解決 當然那你講到美牛美豬 我現在可以告訴各位 當年馬英九怎麼應付美牛美豬 是因為民進黨反對 所以他們就拼命的磋商 磋商 然後把責任推給在野黨 好 今天你民進黨百分之百執政 你當年在野黨 那你反對的事情 對不起 AIT理事主席默劍到了台灣的時候 各位想想看 蔡英文有沒有對美國 在美牛美豬的進口上面 包含受肉精的 她有過堅定的承諾 美牛美豬換HTA換軍購 那現在軍購她又延遲 這個裡面就說明了一個事實 就是蔡英文政府極有可能 會同意美牛美豬讓她進口 那我希望這次 國民黨就不要反對了 國民黨就不要反對了 因為那你全面執政 那你完全執政 所有的責任通通都在民進黨 那這次民進黨不能夠 再以在野黨的方式 去否決美牛美豬的進口 完全負責 一粒一休在台灣 已經造成所有的人接輸了 然後美國人說走遍全世界 沒有聽過任何國家的一粒一休 可是另外一個要害是 美牛美豬 也就是有受肉精的美牛美豬 現在已經要扣關了 美國商會他說 建議台美簽訂公平貿易協定 但是台灣先決條件 你要在美豬美牛議題上讓步 這個美豬美牛 美國人每一次都拿出來縮嘴 你要買武器要有美豬美牛 你要進TPP要有美豬美牛 你要幹嘛都要美豬美牛 但是你有美豬美牛 還是會不會有那些東西 要逼台灣人吃美豬美牛嗎 那指責其實台灣需要加入 各種各樣的貿易協定 本來有福貿 有貿貿 有EGFA 然後可以加入UPSET 可是因為兩岸的關係 所以台灣哪裡都去不了 現在要把美豬美牛進來 然後犧牲台灣人健康做代價嗎 我覺得這完全是破功 破功什麼 就是小英政府上台以後 宣稱台美關係 是史上最好的階段 真的很好 現在怎麼樣 現在美國商會的白皮書 直接告訴你 拿FTA 你要簽FTA 可以 請拿美豬美牛來換 真是直白 我真的 我沒有看過 這麼直白的這個白皮書 而且這個白皮書 之前我跟妳報告 這也是我看過最怎麼樣 最打臉的白皮書 什麼打臉 他已經說過80幾項 幾乎沒有過去的 80幾項 2016年的建議 零項 幾乎沒有一項完成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知道台灣 現在經商或是投資 最缺的什麼要素 人 地 水 電工 人才 這個地方 水 電 工 好 這一次這個白皮書 通通給妳打槍 通通給妳打臉 為什麼 他甚至提到比如說 蔡英文政府 比如說要廢核 好 那妳廢核 妳要怎麼減碳 這兩個沒有辦法並行的 所以他在白皮書裡面 也跟妳打槍了 包含我剛剛講的 這個人地水電工 還有工 一立一修 一立一修是這一次白皮書 重點中的重點 他告訴妳什麼 妳這個一立一修通過之後 這勞基法修正通過之後 完全用的沒有彈性 那我請問 妳用的沒有彈性 這個什麼美資怎麼過來 其他國家的外資怎麼過來 所以我們事實上 今天新聞也寫到 如果比較去年同期一到四月 事實上這個什麼 我們的外來投資 包括外國跟僑胞的投資 是減少的 減少四點多 減少的金額達到14.62億美金 這也是打臉蔡政府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坦白講 美國這個蔡英文以為說 跟川普很好 有川蔡通話有沒有 然後聲稱關係有多好 結果現在人家告訴妳怎麼樣 妳要的東西請妳怎麼樣 拿相對的利益來換 所以狠狠的打臉妳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要醒來 人家川普是生意人 是很精明的 是很實際的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戰略 就是什麼 利益 所以換言之 假設蔡英文沒有拿點伴手禮 沒有拿點東西來換 我覺得美台關係 目前是很難再前進 一粒一休在白皮書裡面 還講到說 他的建議是 你要擴大工作時間彈性 放寬特休假 精進修法的前置跟緩衝措施 每一點都在打臉 告訴你說你連修法的時候 你也沒有給足夠的緩衝 你修法前面的前置 也沒做好 增加 還要求說 增加加班規定的合理性 改革新型態的勞動管理 這每一點其實台灣的媒體 都已經講到不能再講 我們節目也罵到不能再罵 今天美國大人 美國拔拔出來講了 任俊 一粒一休對台灣 其實對產業的傷害 對社會的傷害很大 而美豬美牛 現在擋不擋得住 是一回事 就算擋住了 台灣的經濟環境 也是一去不回頭 如果擋不住了 就算進來 台灣跟美國 真的能夠簽FTA嗎 那還是問號 我真的不認為民進黨 在美豬的這個事情上面 會去擋 你記不記得張花冠 那時候到美國去參加 川普的什麼就任還什麼的 那時候又講說 台灣人的農民已經準備好了 最少他嘉義那邊已經準備好 後來被罵翻了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在這整件事情上面 我其實覺得 美豬的這個議題上面 可能不是吃或不吃的問題 因為它影響到的是 我們台灣整個的整體的 這個所謂的豬農的環境 那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蔡英文他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件事情他就講說 那如果是美豬的部分 要不要開放有瘦肉精 他說那按照國際標準 但台灣都不准用 那很多豬農就罵翻了 我台灣不可以用 你覺得美國的豬肉 你不可以用 我身份要錢 你叫我跟美國豬肉 去做競爭 結果這一塊民進黨都不回答 就跑出了張花冠講說 我們都已經做好 要開放的準備 你憑哪一點去講這種話 所以我就講說 民進黨在這整件事情上面 他現在只是在拖 可是其實我講說 我們這個平台 大家都很公平在討論 要不要開放這件事情 事實上它有經濟的因素在 它有國際整體上面的因素在 你有整體的戰略 所以待會我講說 如果你要談判 你要開放 你要拿什麼東西來跟我換 我沒有理由 這樣平白無故就給你 可是看起來 民進黨根本沒打算 在這個地方跟美國談條件 只是不斷的在開放一個訊息 更不要講之前曹啟宏 還沒有接任農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就自己沒什麼事 放這個 你真的叫半天吃食物的環境 還是叫酒樓堵就好 香港想說 我要來統一美豬的議題 他本來就有被賦予這樣 一個放風向的一個態度 可是你說把這個美豬 他不管豬農這個生活 其實我跟你講很多豬農 都已經知道了你知道嗎 他現在要開放 他有辦法可以幫你動 他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政府只會講說 你自己想辦法轉型 你們要做精緻 我們要用品質贏過的 抱歉 我跟你說 那個賠錢的生意沒有人要做 成本差這麼多 售價不會反應 一般民眾如果搞不清楚 他當然就覺得買了便宜 這完全打擊 我們的這個農業的狀態 以利益休從開始訂定到現在 我們勞動部長為了這樣 還換一個人你知道嗎 這個勞動部長換到今天 都沒說話 他如果都沒理會說 對啊 以利益休大家反彈 不是只有勞工反彈 台灣的企業也有直接告訴你 人家不是告訴你講說 那個彈性加班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開放一下 你不要做到這些 我們知道政府要面子 我們不敢要求政府講說 你今天就自己打自己嘴巴 我們不敢要求 你給我一點點空間 給我有一點點彈性 不要讓我這樣坐實 加班一點點 你要算四點鐘的錢 你叫我是要怎麼做下去 結果政府完完全全都聽不到 在這事情只是要拖 拖三個月 再三個月 然後再三個月 你要拖到什麼時候 所以以利益休其實是影響台灣 方方面面每個方面都影響到 而美豬美牛 尤其是美豬進來 它不只是說會影響到 我們吃豬肉 因為豬油它應用的範圍太廣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一定會吃到 整個台灣的 整個食品工業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蔡政府它 因為美國因素一定會開放 過去馬政府時代 牛肉要進來的時候 被民進黨打成什麼樣 國民黨勾結美國賣毒牛肉 逼台灣人吃 那時候是這樣 甚至佔領立法院五天 然後每天抗議 抗議到美國人其實很清楚 你們民進黨對美國牛肉的態度 所以他這次兵臨沉下跟你重重的講話 為什麼這次講話怎麼重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的民調很低 我就敢講重話 阿扁看到蔡英文民調低 阿扁就活起來了 這一定的 一個人身體的抵抗力漏的時候 矽進都會來 美國就是最大的矽進 他今天根本不在乎你 你要加入LTA 你給我進來 我就講這麼清楚 七年前他也是這樣跟國民黨講 然後國民黨一直弄到好 同意讓他進來 馬安九要卸任的時候 同意他進來 那時候他說這樣的話 LTA我們就可以談 請問一下現在台灣有進入LTA嗎 請問你LTA有找台灣去開會嗎 沒有 美國人先騙再說 真的是先騙再說 他如果今天要提出這個很簡單 如果我去談判 請你先兌現那時候你答應馬安九 我們政府是一體的 你答應馬安九了 你那就先答應 先做好我們再來談 有沒有美足美牛進來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噁心 那噁心在哪裡 就是因為你政府太弱 緩緩惑惑 蔡英文人力太差 被全世界的人看破手腳 他裡面每年都講電力 今天電力講比較少 但他講一個重點 所以你的再生人員不要再騙了 那個上來就是開始大漲價了 真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國人 對蔡英文的情況是非常清楚的 從李登輝以來 包括陳水扁 包括馬英九 還有現在的蔡英文 一直強調一個口號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然偶爾會加個中華民國 那遇到美國商會講話的時候 第一個戳破了國王的新衣 包括一立一休 包括台灣方面 所有的經貿的政策 包括台灣所有的一些 內部的一些政策 全部被戳穿 可是第二個最重要就是說 台灣根本就不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呢 全世界大概沒有幾個國家 像台灣這樣子 一個外國的商會 說三道四的時候 他就啪啪 還要行政院的發言人 他去針對 這個美國商會的談話 或者甚至於行政院院長 根據針對這個 美國商會的談話 他要來發表一些反 就是說一些反應 這個代表什麼 這充分代表 台灣是靠美國苟延殘喘 根本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民黨政府現在很喜歡拿數字出來 那一點都說數字會說話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數字也會變 就像你剛剛講的說還有半價 我告訴你還有前面免費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蔡英文他一直引以自豪 你最近你如果去看蔡英文的傳記 蔡英文有一本傳 我提過很多次 從談判桌到總統府這一本傳 他的這個開宗民意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他可能非常引以自豪 就是1986年參與中華民國政府 跟美國這個談判工具機 好 那從這一點看起來 就是蔡英文他具有30年以上的 跟外國包括美國的談判桌經驗 那我請教一下 那今天面臨美國商會 咄咄逼人的時候 請問台灣的這一個所謂 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政府 有沒有一絲一毫 去為我們的農民 去為我們的養豬戶 去為我們廣大全國的消費大眾 去爭取一絲一毫的利益 看不到 看不到 所以蔡英文非常引以自豪 就是1986年以來 他參加了跟美國歷次的談判 包括GATE談判 WTO的談判 他引以自豪說 美國WTO的代表 非常喜歡的 面露微笑的說 蔡小姐 你是我們見過 這個所有的外國談判的代表當中 最聰明的一位 這個是他引以自豪的 在他的這個書裡面 寫得非常多的篇章的 那我請教一下 這麼聰明的一位談判代表 他替台灣這一個所謂的 主權獨立國家 到底爭取了什麼樣的權力 我們到現在為止 沒有看到一丁點 所以我覺得非常失望 我提醒一下觀眾 其實在各種各樣的談判的場域 如果跟你談判的對手 去稱讚你的隊友 其實你就要小心了 通常如果是很厲害的談判專家 應該是讓對手恨得牙癢癢的 恨到氣到不知道該怎麼說 如果看到你好喜歡這個對手 表示那個對手是不是讓不讓的 讓對方很愉快呢 好 那我們的政府 他的政策的品質 呈現出來 他內心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從這個房價來檢驗好了 林全最近說房價最好 別漲也別跌 結果被網友批說 那選你幹嘛 其實6月8號的時候林全講說 房地產最好別漲別跌 掉下來對社會傷害很大 這句話講得沒有錯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錯 房價波動太大是不好 可是以前馬英九講過同樣的話 被罵翻了 罵馬英九的包括民進黨自己 然後他說政府責任之一 要維持安定 不希望房地產過度波動 馬英九講一樣的話 一樣被K到滿頭包 然後他說政府要用資料 幫助社會住宅 幫助這些人有尊嚴的居住 可是網友罵 你不知道選民進黨出來幹什麼 除了鬥KMT 砍軍公教以外 還會做什麼 因為你在野的時候 你一直民進黨自己在罵高房價 你為什麼上台講一句話 講這樣的話 然後在台下的時候 講不一樣的話 政客上台一張臉 心裡想得跟嘴巴講 跟做得不一樣 我們還要來檢驗 這個政府它的公共建設 前瞻計畫裡面 8000多億裡面有超過一半 他是要做軌道 那為什麼這麼喜歡做軌道 被罵 被擋 被砍 還是要做軌道 因為軌道很醜味 我跟你講機場捷運 機場捷運 鄭文燦玩得虎虎生風 6月6號的時候機場捷運 通車滿百日 好高興這個記者會 你看鄭文燦在這裡 然後姬捷董事長 這些人裡面有沒有 吳志陽有沒有周錫瑋 有沒有國民黨曾經在機場捷運 興建過程中 有過貢獻的人 一個都沒有 好 然後他多得意 姬捷董事長說 姬捷運到現在 然後每一天平均有5萬8千人次搭乘 好多 桃園市長鄭文燦說 機捷開通到現在 雖然虧損了幾千萬 但是每天平均搭乘人次5.8萬 雖然微幅虧損 但是成效仍然比高捷 北捷還要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事實的真相為什麼 跟他們這兩個人講的差這麼多 好 他說比北捷高捷好 我們不要講高捷 我們講北捷就好了 每天的運輸量 北捷總共的路線是131.1公里 機捷是51公里 每一天台北捷運 可以在平均大概2萬多 200多萬人 機場捷運一天5萬8千人 要注意 這個每天5萬8千人還包括 3月到4月的時候 他票價是半價 所以每天很多人做 從4月2號開始恢復全票以後 就很少人多 所以你這5萬8千人 還要再往下一點 所以平均下來北捷 每公里再多少人 15523人 機場捷運 不好意思 我們說小聲的 每公里只有1136人 是人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你好意思說 你做得比北捷好 鄭文燦還說陶捷 我們桃園市出錢出最多 你看資本30億 新北市只佔29% 我們台北市只佔6點多% 桃園市我出錢出64% 真的真相是什麼 真相是機場捷運 花了1000多億來蓋 是中央政府花的錢 2003年的時候陳水扁拍板 2004年的時候 陳水扁發包出去的 桃園市這個機場捷運公司 是蓋好以後 為了要管這個機場捷運 所以中央說給你桃園管 所以桃園出資最多 你好意思說你出錢出最多 仁俊這個這樣看起來 真的機場捷運比北捷了不起 我說實話 就是說如果全世界 你如果按照捷運這件事情 如果按照載客量來說 幾乎都是賠錢 因為你光這個運量 你一個票價的部分 你要能夠賺錢 你要不要探個檔息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其實他從富家裡面來 比如說他這個周邊的商店 或他另外再作為開發 成為他營運上面 可以平衡的一種狀態 可是你剛剛提的例子 其實非常好 我們很多時候都發現到 民進黨政府現在很喜歡 拿數字出來 那一點光數字會說話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數字也會騙人 就像你剛剛講的時候 還有半價 我告訴你還有前面免費的 前面免費他沒有算一下 對 他不算進來 所以我就講說 當你把這個數字 倒進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想看到 是實事求是的部分 你今天告訴我講說 你說陶傑這一塊已經是 你還有外來客 是包含機場運用的那一塊 所以陶傑之所以被重視 他不是在做地區性的 因為我是當大家方便這個旅客 我可以直接從台北這邊 直接坐這個就到這個機場裡面去 可是你就會發現到 他實質的是什麼 我比誰比較冷你知道嗎 你別說我不好 我比那兩個更好 我覺得他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知道嗎 因為真正的就告訴大家講說 你今天陶傑 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點 你剛剛講說這麼多個人 在那裡拍照 為什麼 因為講難聽一點 講政績 要做給別人看 你看這都高有關係 真的是這樣嗎 你陶傑的合約都解決了嗎 你有沒有自己用人力 去幫他解決他合約上 還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我們就等著看 鄭文燦說 機場捷運比北傑好 比高傑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做一個老百姓 捷運是做給老百姓做的 台北捷運 從淡水坐到台北車站 21公里 全票是50塊 你搭Yoyo卡打8折 所以是40塊 你40塊 你轉成公車還可以再減7塊 所以你總共只花33塊 可是機場捷運 從林口到台北車站 一樣是21公里 全票80塊 你可以刷Yoyo卡 刷Yoyo卡還是80塊 然後你轉乘公車轉乘捷運 有沒有優惠 沒優惠 台鐵的區間車 從桃園到台北車站 28.9公里 全票才多少錢 一樣是通勤列車 區間車 全票才42塊錢 台鐵自強號 一樣是比林口到台北還要遠 全票才66塊 自強號 連高鐵 自由座 從板橋到桃園 總共全票125塊 一公里等於4.3塊 自強號一公里才2.3塊 區間車一公里才1.5塊 然後如果是台北捷運的話 一公里才1塊9 可是機場捷運 一公里要3.8塊 它幾乎等於可以跟高鐵 自由座一起比了 這裡面全部都是我們到 這幾個地方的網站 全部調出來的資料 請告訴我 這樣合理不合理 你是捷運 機場捷運 這是要給誰做的 我提醒各位 未來它會呈現的問題 已經不是價格的問題 第一個 就是任俊剛剛講的合約的問題 你合約問題 你未來不解決的話 會讓對方欲取欲求 當時的報告是說什麼 要6年才能達成收支的評分 結果現在它自己縮短2 縮短4年 所以我坦白講 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達到水平 那請問票價你是不要提高 除了合約問題以外 第二個那你維修 因為現在無論是我們的捷運 無論是台鐵 無論是自強號 無論是高鐵 都已經慢慢要進入維修的高峰期 而機場捷運現在的維修費用 現在的維修費用它還不太高 因為它剛剛開始營運 好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它的系統問題 它的系統規劃問題 到了一定年限的時候 那請問陶傑怎麼處理 那最後就是營運 就是可以預期到你的票價那麼高 你票價高沒有關係 只要你快捷便利都可以 但是問題來了 你未來的營運要不要中央補助 現在鄭文燦你不要講大話 我現在只問你合約維修系統營運 這四大項 因為你才剛剛開始 你過了五年以後 你再去算它的折舊成本的話 我跟你講機場捷運的票價只會高 而絕對不會低 所以我們今天看一個問題 往往鄭文燦喜歡講漂亮的數字 但是他數字的背後那麼多的問題 請問陶傑從合約營運系統維修到現在 你有沒有這個能力解決 如果沒有這個能力解決的話 你永遠你趕不上什麼雙北的決運 為什麼 因為雙北決運的系統是非常成熟 它的維修 它雖然進入高峰期 但是它培養了不少人才 但是我們機場捷運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請問未來它發生事情的話 鄭文燦你能承擔嗎 朱立倫就一再的跟鄭文燦喊話說 你票價這樣 你會沒有辦法 讓很多人沒有辦法做 從林口到台北單程票80塊 來回160 你進了台北再搭一個捷運 你一天的交通費 就遠遠超過200塊 誰負擔得起 你就會造成很多人不做 鄭文燦今天是陶傑百日 不是走的百日 是營運百日 他說什麼 他說他要在兩年內達成損益平衡 兩年內達成損益平衡 這個讓我想起了 他事實上陶傑在5月的時候 到這個桃園市議會去報告 當時的報告是說什麼 要六年才能達成收支的平衡 結果現在他自己縮短兩 縮短四年 所以我坦白講 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達到損益平衡 那請問那個票價你是不是要提高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如果他敢做這種保證 如果沒達到損益平衡 他要不要下台 是不是 所以我說真的 未來 這個之前你也知道 台灣現在最大問題少子化 對不對 你這個人口不會增加 對不對 未來沒有增加可能性 然後再來 你這個什麼 我們兩岸關係激動 陸客也不來 如果說你要這個陶傑 把人數 這個乘客 倍量的增加 這天方夜談 更何況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 還要達成損益平衡 我覺得他到底是要騙錢 還是騙選票 從機場監獄我們來看 我們是來看說 一個公共建設 從蓋造成世界紀錄 二十幾年 然後中間官商勾結 然後最後還有 還有人把包商押標金 10億退還去給他 竟然這樣子 然後讓監察院 彈劾這個官員 這個官員最後 民進黨又繼續重用 這樣的事情 也是桃園機場捷運 他發生的事情 然後從開始 然後一直到 現在正式營運了 訂出不合理的票價 種種奇怪的事情 我們來看 台灣真的在做這個軌道嗎 那機場捷運 完全沒有高科技可言 我們台灣的軌道 還要繼續走這種低科技嗎 我們來看 連大陸 大陸的軌道 有持縛列車 甚至要規劃海底 海底下的鐵路 現在他們還有另外一個 真正的軌道 前瞻的軌道 叫做沒有軌道 大陸的廠商 中車租州所 他發布旗下 研製一個虛擬軌道火車 智寧的 他的智能軌道 快運的系統 他將來甚至可以不要有人 沒有軌道也沒有人 這才比較像前瞻吧 我們台灣在搞軌道 只是在弄土地 弄利益 然後政客把它當成玩具嗎 其實講軌道 大家概念把它停在台鐵火車上好了 我剛到台北來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開始在做鐵路地下化 前兩年才做成 鐵路地下化是很難做 為什麼 因為太多的平礁道 讓整個城市被分割 那這個概念如果大家確定的話 下來就好講了 現在桃園大概花400億 把鐵路把它地下化 桃園 然後嘉義大概花將近300億 加義四把它高價化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要有平礁道 整個大家都浪費時間 然後又被切割 又危險 那高雄跟屏東 現在也是大量的 要把鐵路地下化 那你如果由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那我們蓋這麼多輕軌 我們要增加多少的平礁道 你等於說才好不容易 花那麼高的錢 把這個城市把它打理成一片 然後現在又重新來把它切割 可是為什麼要做軌道 因為這是要擅財要錢金 為了嫌棘 所以你剛剛提到鄭文燦的 這些不可思議的這些講話 其實都是為了嫌棘 因為他明年要嫌棘了 七年馬航九 本來想說讓陶傑通車 鄭文燦說不行 依照我們桃園捷運公司評估 現在還有4522個缺點 對 七年三月 結果他今年一月缺點通通改好了 你會不會算 你算10個月他改善好4522個 一個月改善450個缺點 一天改善15個缺點 他不是人 他是神 他太厲害了吧 為什麼 選舉都是為了政治的考量 今天你所有看到這些軌道的不合理 就是為了錢 你從機場捷運從規劃的時候 李登輝的好朋友 長生集團 他拿到BOT的權 然後規劃的路線 也是為了土地利益 才會曲曲折折 然後到最後 陳水扁收回來自己做的時候 竟然他的機電標 給一個日商玩紅的貿易商 從來沒有做過的 他沒有做過任何技 所以機場捷運沿蕩這麼多年 其中很多原因就卡在玩紅 他沒有能力 他又發包出去 然後他就一直出問題 然後到最後 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也是政治考量 通車以後票價制定 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勁敵 所有台灣的公共階制 都是政治嗎 今天又來一個 台北大巨蛋 柯文哲說 你大巨蛋怎麼樣 是什麼樣的危險怎麼樣 好 本來就已經通過 現在內政部 這是內政部的官網 內政部台北大巨蛋 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變更案 內政部在6月8號 核發認可通知書 所以已經可以經過台灣建築中心 評定通過 發給遠雄評定書 認可了 這個其實很早以前 我就已經講過 已經舉出證據來 柯文哲可是王峰大哥 柯文哲就說 遠雄這個大巨蛋就不行 就是要拆掉 結果今天事實變成這樣 所有的事情的真相在台灣 都是政客可以翻雲覆雨 講來講去嗎 剛剛講軌道工程 剛剛講這個捷運工程的時候 我就心裡面一直在納悶 好 你現在捷運 這個機場捷運 每天5.8萬人搭乘 可是台灣的政府不管藍綠 有沒有思考過 其實每天早上8點鐘以後 上班時間 每天全台灣大概有 1000萬輛的機車 在全台灣的城鄉奔馳 他們的切身安全 他們的交通便利 他們有沒有可能平安 到達上班的地方 然後又平安回到家 有沒有人去思考過 政客只在想說 我怎麼樣把機場捷運 蓋好之後 把它當成國寶 然後來獻保 向我們的選民說 你看我們民進黨多厲害 蓋好了捷運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機場捷運就像金正恩 發射的導彈飛彈一樣 根本不是國寶 好 那巨蛋 我前幾天經過巨蛋 我搭小黃經過巨蛋 我就來寫 我就來看說 哇 我們的巨蛋 上面竟然長青苔 據說裡面還有烏龜 世界上第一條捷運 各位知道什麼時候嗎 倫敦的捷運 1863年 距離今天 154年前 154年前的捷運 我們把它當成國寶 當成民進黨 或者是執政黨的一個國寶 我覺得你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當政者應該考慮到說 我今天早上起床 台灣就有1000萬在騎摩托車 然後他每天都要被煙燻 每天都要截風沐雨 每天起早趕晚 然後很可能被大卡車壓死 很可能被砂石車撞死 很可能在半路上出意外 我們有沒有思考過 好 那巨蛋 我前幾天經過巨蛋 我搭小黃經過巨蛋 我就來看說 我們的巨蛋 上面竟然長青苔 據說裡面還有烏龜 這樣子對我們台灣 對我們台北市的納稅人 董哥他是跑市政出身 他非常了解市政 我是一個小市民 可是我每年乖乖的納稅 5月份剛過 我剛被搶劫 搶了好多納稅錢 可是我如果納稅錢 被搶走之後 被政府繳稅繳走之後 你幫我巨蛋好好蓋好 你不要讓他長青苔 你不要讓他鋼架生鏽 然後有朝一日甚至會垮下來 當然我們不希望 這個巨蛋會出任何的trouble 但是請柯文哲 可不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可以讓巨蛋 好好的讓他蓋起來 我們接到投訴 就有一個團體是 台灣抗日家屬協會 他們去邀請了很多 在大陸出生的台灣人 他是台灣人 爸爸媽媽是台灣人 只是他在大陸出生 然後邀請他來台灣 來參觀各種各樣的 抗日家族 跟台灣的抗日家族 進行參訪 因為快要七七事變了 快要到那個重要的日期了 所以他來參觀一些 台灣的日治時期的 一些相關的地點 我們來看這是活動的 活動的計畫書跟行程表 你要知道你邀請泰國人 日本人任何人來台灣 都不用被審查 你邀請大陸人來台灣的話 要層層的審 他們還要除了申請入台證 還要交一個活動計畫書 行程表 這個行程表要交給移民署 行程表第一天到達台北 然後住哪裡要寫 然後受訪 要到哪個單位受訪要寫 然後聯絡人電話都要寫 然後第二天他要去一個清流部落 南投仁愛鄉 然後要去參訪八卦山 以衛寶台的和平紀念公園 然後去日月潭 其他的行程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其他行程 他們審查以後都沒有意見 後來他們改了這個行程以後 突然之間開始有麻煩了 移民署突然變成原民局 然後最後突然竟然還有國防部 說國防部對這個清流部落有意見 他們去台中勿封鄰家 可以嗎 去嘉東蕭家古廁可以 可是到南投仁愛鄉 清流部落的餘生紀念館 不行 這個清流部落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知道 1931年勿設事件 日本人殘殺原住民以後 把最後剩下的298個塞德克族人 把他趕到這個清流部落 集中看管 然後現在呢 現在那個地方是盛產 台梗9號米的地方 這樣一個地方 難道有國防機密嗎 不准他去嗎 我們call out去 給這個邀訪大陸的單位 他們跟我投訴 你好 喂 你好 菡小姐你好 請問一下你們去申請這個行程表 然後後來呢 後來怎麼樣 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就是我們修改了行程上去之後呢 就是回覆說不准 就是要我們再提供說去清流部落的原因 還有行程 那送上去之後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回覆 那可不可以准 他們有人講說原民局跟國防部都有參與這個事情嗎 就是我們在做申請的時候 就是這一團在做申請的時候 就有就拖了很長的一個時間 才核准下陣這樣子 那聽說應該就是相關單位的關心這樣子 拖了比正常時間還久才核准 拖延之後最後這個清流的部落的這個行程 又不准你們去就對了 對 那他就是有原民局打電話來關切這樣子 還有原民局的人也打電話來關切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上面只說就是請減負 減負原因而已 沒有說理由 就要你們說原因 為什麼要去清流部落 對 那這是什麼理由 傻的氣 他沒有說什麼 然後之後就拖到現在就不准你們去就對了 因為你們行程已經到這裡 就沒辦法去了 對 我們導致我們後面的行程 可能就會做一些變動 就是不能去那邊這樣子 好 謝謝 任俊 怪嗎 我們台灣是自由的社會嗎 不是 所以我就講 今天我們對於大陸有一些所謂的限制 在當時的氛圍之下 有一些的環境確實是這樣 今天民進黨大喊說叫做親中要愛台 我們就問你要怎麼親 親到什麼程度 不叫做你以前口中的批評叫做賣 過去民進黨政府 他每個縣市首長都要賴清德 他要拴到他就說我要到大陸去 我要推展農產品 我要觀光 我要求大家來 結果國民黨八個縣市首長去大陸 他講說不行 這樣兩岸會越來越倒退 兩岸會越來越走越遠 你做都可以 別人做都不行 你今天講要親中 請問你在政策上面 在法令制度上面 你有沒有在現在詳加的這個規定上面 你有給他放寬 沒有 他完全不做 所以你就知道 他現在在做兩面手法 還有張景森 張景森說要跟陸客交朋友 陸客交朋友交到這個樣子 請問是董哥有這樣交朋友了嗎 法令規定只是行程要報備 他現在不是行程報備 他是行程刁難你 還問你 還審查 還問你說你為什麼要去清留部落 台灣是鐵木嗎 蔡英文當選了以後 其實很多人 因為過去長期 也是跟國民黨在做事 所以他們就會設想說 民進黨政府一定會怎麼樣 所以你們怎麼可以 怎麼樣怎麼樣做 是不能去抗日的地方嗎 是 就覺得說 你們來看這地方怪怪的 但我沒有辦法 否決你的理由 就說你不要來 就好像我們昨天在討論 為什麼林輝環 要去八瓜山結婚 為什麼警察要這樣 因為很多人設想 他是蔡英文的大工程 所以我們要做好防護 免得他被抗議 就每個人都設想 那設想以後 你就變成台灣 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到了清流部落 所謂的賽德克發來的 這個部落的話 會讓安倍哥哥不開心 對不對 安倍哥哥 因為台灣交流協會 這個日本交流協會 在台灣有很多的密探 台灣變得非常落後 比共產黨還那個 中國大陸我們有時候也會去 從來沒有人說 我把你緊盯了 幹嘛你要去報備什麼 從來沒有 而且這裡 這個清流部落 沒有任何敏感性 他就是一個觀光 有薩德系統 薩德克巴萊 薩德克巴萊 清流部落是一個觀光景點 王豐大哥 到底這是怎麼樣 台灣變北韓了嗎 我認為唯一的理由就是說 假設有一群大陸的觀光客也好 學者專家也好 到了清流部落 所謂的賽德克巴萊 這個部落的話 會讓安倍哥哥不開心 對不對 安倍哥哥 因為台灣交流協會 日本交流協會 在台灣有很多的密探 可是你要看看大陸 他什麼樣做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從1997建立了353個 我認為清流部落 如果是大陸去做的話 他會把它做成一個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我剛剛講就是台灣 是一個三無 沒有祖國 因為去中 沒有民族 也是去中 沒有靈魂 也是去中 我們是孫悟空 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嗎 我覺得像賽德克巴萊 或者我們可以把電影 推銷到大陸去 為什麼大陸人要來這邊 參觀清流部落 要來看賽德克巴萊的一些死機 反而不讓他看 我覺得這非常奇怪 沒有邏輯 所以友華哥 那個時候民進黨他反課綱 因為學生說 怕日本政府不開心 難道去看清流部落 看抗日死機 也怕安倍哥哥不開心嗎 兩個 一個是大陸的統戰 第二個 他拘心勃撤 他要搶我們的話語權 因為現在台灣已經不爭所謂的 抗日戰爭的話語權 我講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事實上這種例子不只一次 我親身遭遇的 清華大學教授他到了台灣 來了台灣以後 就其中一位教授跟我聯絡 我說我到北京的時候 也跟他們在一起 我說這樣 那我過來看你們 結果他就突然跟我提 突然跟我提 他說他們這個台南沒有去過 他們想吃台南小吃 我說好 那我是台南人 我說那我帶你去 所以我先到 先叫導遊 你到旅館去 等我們 我會把他帶來 結果你知不知道 觀光局的就罵那個導遊 8點了 他們人到哪邊去了 一直罵 罵得非常難聽 罵得那個導遊受不了 電話打給我 結果觀光局也幫我罵一頓 我說你知道那我是誰 我說那我是張友華 張先生 這誤會 他們沒有辦法 移民署還到每個行程 去點人頭 我跟你講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台灣是一個有人權的地方嗎 所有人都有人權 只有大陸人沒有人權 對 台灣是一個 準許賣淫的地方 但是就是不準許 入客到台灣來的地方